我们现在离塞里木湖好像只有17公里了 对 但是现在一下子温度就变成25度了 刚才10分钟前还是33度 是吧 就是海拔越高 然后温度就慢慢降低了 我们从进入这个 他刚才那个收费口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就是收费口出来以后 离塞里木湖大概还有50公里的样子 这50公里我们现在走了大概30公里 一下子从海拔200多米的海拔 现在给大家看看海拔1500多米 然后大家看看这个速度 我们这个车速 我们这个车速就30公里每小时 30公里每小时 你想想看就跟蜗牛差不多了我跟你说 我刚才50还是6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已经变速箱发烫两次了 对 然后就是本来一般变速箱发烫了 我们就慢点走挂个D挡 挂个手动挡 然后二挡慢慢走它也会凉了 第二次就凉不了了就 可能外面天气太热了吗 不是天气太热 跟天气没关系 就太陡了 它就是特别陡 特别陡以后呢导致我们哪怕在慢慢爬 它也是就是变速箱可能承载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所以我们刚才没办法 只能是在那个应急车道就停一下 找了一个稍微视线好一点的 就找个地方停了大概5分钟吧 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 自从刚才那次以后 我就一直在3030多公里每小时 就跟电动车差不多的似乎 然后你看现在已经爬到1540的海拔了 我们就慢慢走吧 前面这个挺陡的 好陡啊 所以一直在这个这个真是真陡是吧 这个作为高速公路来讲真的是很陡了 这个这个坡 秒秒钟就已经上升到海拔1600多 刚就刚才说话时间啊 上升了海拔100 对 所以还有分车 有时候觉得吧 咱这汉安达啊 真的爬坡真的太吃力了 主要是动力不足才2.7嘛 动力不足 可能变速箱它也是一个 就它这种变速箱 可能就不能够太负载太大就容易发疼 嗯 而且吧就是如果说大家 比方说是这种排量不是很大的车 拖房车的话 在这种路线啊 一定一定要切换到手动挡 然后在2挡左右 然后呢速度不要超过40公里每小时 你要你家刚才我啊 一到60 还没这么抖的坡呢 一到60就烫一到60就烫 烫了两回了都 而且很难容易凉下去了 前面这个车靠边停了 就是为它也好看泡的 然后我们也 水箱或者是那个什么 散热了 因为它都是爬坡 不能跑坡的 三峡能源 还真的睡了过 对我们要买的股票 我打算要入股 这个就是三峡能源 现在啊 在边上先加个油 在新疆加油的话 副驾驶室的人 就是车里其他的乘客都要下车 只能让司机进去 然后一会加完油呢 我们从出口出来 然后就可以去三里木湖那边了 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进三里木湖景区了 对 感觉那边好多车 你看那个停车场那边 停满了都 这太夸张了吧 新疆旅行也太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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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里面看到了房车 就感觉整个景区已经停满了 我们一会儿进去看看 有没有位置停 我们这个坡应该没问题吧 慢点可能 我就怕上去了没掉停 你往那边歪 这边大车池是不是还可以停 全停满了 赛里木湖这边这么热闹的吗 出乎我们意料啊 我的天哪 能停哪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子停在赛里木湖的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是我们的位置属于是赛里木湖停车场的一个角落 我们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 进来的位置是在那边 然后那个方向就是入口 就是赛里木湖景区的入口吧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在这儿先住一晚 然后这边停车场还是挺宽裕的 你看就好多位置 特别宽敞 就是说得有一点不停 还好是前后不停 我调了一下 刚刚好了 其实应该停到那边会更好一点 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冷身间 有一个厕所 但是当时 因为地形不熟嘛 不熟悉地形 然后就是能进来就先进来了 实际上应该是从那边 进来以后往那边去 再拐一拐就能到了 然后这里的温度啊 你看我都已经穿上外套了 这边的温度真的是挺舒服的 已经差不多 已经差不多二十度 二十来度吧 二十一二度的样子 都有点凉缩缩了 我要是穿那个T恤的话 都觉得有点凉 所以这里的空气啊 环境啊都特别舒服 就是一片一大片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是免费的 所以呢就是随便停 呃唯一不方便的是 这一片大停车场好像没有水 就是有那种公厕 这个移动的公厕 这移动的公厕特别脏 可能是没有人没人打理啊 就是刚才去了一下 看了一下看看有没有水 结果发现里面真的很脏 真正要上厕所的话 可能去那边 就是那个大的厕所 会更加好一点 但是整体的环境还不错啊 你看都是 呃 应该都是漂亮的花花草草啊 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打算在这先住一晚 嗯 明天的话呢 呃 我们可能考虑就 不买景区的票了 直接就从景区穿过去 去那个温泉县 那边呢就是有温泉 然后听说景色也很美 呃 在里木湖呢 我们可能 考虑就是经过一下吧 因为 呃 感觉好像也没有 太大的意义吧 因为能票也挺贵的 一个人要199块钱 嗯 两个人就得400块钱 呃 只能停留 两天时间 嗯 所以我是心想说 就经过一下吧 然后看一看那个湖 然后直接就去温泉县吧 艾米同学呢 已经把米饭蒙上了 我们肚子都已经很饿了 然后呢 再准备一个准备几个简单的菜 然后我们托尼同学啊 哎呀 那就一个舒服啊 那就一个喜欢啊 特别喜欢这里的空气啊 温度啊 特别喜欢这里的温度 你看他现在一点都不带喘 特别特别舒服 安逸吧 一看立马没清目秀了 你看 这温度一下来啊 立马没清目秀 室内的温度呢 倒是还是有26.5度啊 在外面最多也就21亚度 然后这里的海拔呢 也还算高的 这边的海拔已经有 看看啊 已经1930多的海拔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2000了 所以就上来的话 还是 有一点点感觉 有一点点感觉 但不是很明显 还好 然后我们的小花花 经过了这几天的摧残 已经 已经快不行了 你看 就剩一朵花是好的 这两个已经快了 然后其他都已经掉光了 因为我们在车里行驶的时候 温度都已经达到45度啊 有时候甚至是50度了 所以他肯定就受不了了 然后多肉呢 我看看勉强还行 但也是状态不太好 大夏天啊 车里面养植物还是很难养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